前議員在電話中直接恐嚇現任的里長 這個也令人差異 也讓人感覺不可思議 其實個人有個人的理想跟支持的對象 還有言論自由 不應該用這種恐嚇的語氣 一手指著別人說別人黑道 然後自己做得比黑道更黑暗 還是說嚇人的方式用這種手段 這個不足為取 所以有說別人沒說自己 那我們江和樹江里長他也委屈了 他只是說出他的看法 他只是把線下的情況 這個選舉選到這種扭曲抹黑 他提出他的看法 那不就人民里長也好議員也好 都是這個民意代表 都是表達民意的心聲 那其實他這樣講沒有錯啊 為什麼要遭受這樣的待遇 警方有公佈一個查會的宣導影片 結果裡面都是您造勢的場合居多 幾乎都是 你覺得有沒有被針對性的感覺 沒有被針對我想也沒有人會相信 其實這就是針對性的啦 那檢察官進駐 然後針對特定候選人 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實 就像我們在一開始選舉的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支持者為我們辦的這些說明會 炒米粉竟然被影射成 不管是用空軍用媒體用1450 來抹黑成這個什麼會選 然後呢我們的支持者 不管是里長或者是里民或者是熱心民眾 被請去做偵訊 然後還被刪除偵訊 這種待遇我們沒有看到其他人 有其他候選人或者是我的對手林靜穎醫師 他們加上這2000場次的這些公投說明會 反公投的這些宣講 還有他們所贈送的這些其他的東西 餐盒啊什麼米其林的食物啊 這些東西有任何一個被約詢過嘛 有任何一個有被警察來做一個調查嘛 所以這是很明顯的 路咬之馬力啦 然後日久見人心 其實 呃 怎麼說騙的不久等啦 還是一不一腳印啦 那至於說 到底實際的情況怎麼樣 還是他本人才能說清楚講明白 這個影像是 到底是那個林醫師是在幫那個哪個單位在解套的 這我不清楚這應該要請人家去調查 還是說 呃 或者他自己說吧 才比較清楚 我之前在那一法院 部份區 我就說我最大的 我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我是要認識你回國的信 我是要認識你回國的信 我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你們這樣都在喉 你們這樣都在喉 你害我們 我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你知道我的內漢組嗎 你知道我的內漢組嗎 他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你是給我找你麻煩是不是 你是給我找你麻煩是不是 他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我請問我們 我請問我們 幫我們想學生的辦法解套 他們跟誰在聊會兩個新規則 我是在執行的時候有的實力不停 我是在執行的時候有的實力不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